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事长兼执行长的马奇翁最近因为右肩救病缠身 近期接受开刀治疗却在手术后出现并发症 健康状况明显恶化才会决定立即辞职 大家都感到万分的错愕 因为马奇翁不单单只是法拉利的头号人物 2004年接任菲亚特集团CEO的马奇翁 曾经进出不少狂人政策 像是2005年因为菲亚特和通用汽车有合资争议 直接宣布结束双方合作 2009年更是大举收购已经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 接着2014和2015年前后让菲亚特 克莱斯勒和法拉利直接在纽约上市 成功为长年财务低迷的菲亚特带出一波波高潮 在全球贸易战的贸易环境底下马奇翁 触变不惊并宣布发展五年计划 主要瞄准电动车市场大饼 如今马奇翁却健康恶化 经过董事会表决 由菲亚特旗下吉普汽车高层的 曼利接手职务 让外界开始为菲亚特捏一把冷汗 这公司包含克莱斯勒 法拉利吉普汽车等大牌车商 规模庞大的菲亚特集团 在意大利狂人马奇翁倒下之后 该怎么从政旗鼓 美部恐怕是牵移法动全身 三地新闻 陈泰报道